好 觀眾朋友 金華城弊案現在錄影的同一個時間 包含了沈慶晶 包含了殷小薇 他們被聲壓 現在正在召開聲壓停 兩邊正在攻防 我們要來告訴大家 在整個過程當中 檢方掌握了4500萬的不明流向 有沒有透過殷小薇流向了柯市府 順藤摸瓜 柯文哲該緊張嗎 觀眾朋友 我們收到一個最新消息 柯文哲在剛剛記者會承認 他跟沈慶晶在全台灣最貴的 桃珠影員唱歌歡聚 為什麼可以跟財團走這麼近 他說財團老闆也是市民 在這個後面水很深 等一下旺哲會告訴大家 等一下世聰也會告訴大家 這張圖 觀眾朋友 這張圖代表什麼意思 你來看看 這張圖 金華廣場 金華城是我們今天風暴的中心 而我等一下點到的 岩壽國宅都更 全台北最大的都更案 還有在第一果菜市場 這些都跟沈慶晶有關 還有雙子星大樓 一度也傳出沈慶晶的名字在上面 我就問都是柯市府任內的 重大發包工程 為什麼都是威晶集團 持聰來 一開始告訴我們 從官司 從法的角度來看看 這一次要收押沈慶晶 要收押映小威 所有的證據都在他們手上 會不會於死亡破 這把火會怎麼往上燒 燒到柯文哲的腳邊 對 沒錯 目前為止來說 金華城這個案子往上延燒 我們昨天的映小威台北市議員 還有威晶集團的主席沈慶晶 他們目前為止都在開這個積壓庭 可能會被生壓境界 好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看到說 主要是北檢查出來說 沈慶晶好像有這個金流 流到這個映小威 尤其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映小威 他目前為止當然是市議員 他就幫這個所謂金華城在縮向 然後幫他關縮 然後要放寬所謂金華城 相關的這個容積率 好 那這個金流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沈慶晶 他透過他旗下的這個公司 匯了4500萬的這個匯款 到這個映小威 映小威來說其實 不是到映小威的這個帳號 現在目前為止有傳出來說 是到他無姓助理 現在也被收壓境界的 另外一個助理的帳號裡面 然後把他提領出來之後 然後映小威把他存到 他的辦公室的這個執行長的 這個帳戶裡面 所以金流其實相當 相當的密切 目前為止來說 檢調懷疑什麼 你這4500萬不可能是你自己吞 那麼多錢 所以都懷疑說 這個映小威是不是當一個 白手套的這個角色 他會不會有這個 有相關的金流 會流到柯市府相關的官員 還是會不會跟公務者有關 我們當然不知道 好 尤其是因為他收了錢之後 於是他就開始 尤其開了非常多的是協調會 據說已經開了9次的協調會 還有便當會 來關切這個所謂 金華城的這個案子 等於是說拿錢的就開始辦事 好 那我們就想講 真的還是假的 當然我們看 目前為止有流出相關的 開會的這個紀錄 你看這是2020年的6月23號 你看這是什麼 這個台北市議會市民服務 協調陳育昆均等陳情案 陳育昆就是金華城的 這個董事長 對不對 然後為金華城 杜斯計畫相關事宜 召該協調會 大家可以看到主持人是誰 應議員小威 好 那同樣的 這是6月23 在7月1號的時候 也是一樣 一模一樣的這個開會事宜來說 為什麼相隔這麼近 對 為什麼 因為他要趕快推進 為什麼 因為在那一年的這個7月16號之後 原本北市府不是跟金華城 為了這個所謂容積率 有打官司嗎 這個官司可能就會出爐了 出爐的時候 或許這個可能會有變數 所以他們趕在這個所謂 這個判決出來之前 趕快開了兩次的這個協調會 希望說能夠在協調會中間 把這一切搞定 另外一個極為關鍵的人物 就是沈慶晶 汪澤來告訴我們 沈慶晶到底是什麼樣的 一個思考 而他在整個煉金過程當中 映小微又扮演什麼角色 兩個人的關係一直讓人覺得 有一點點值得琢磨的地方 你今天可以帶我們看得更深嗎 是啊 我們過去來談 金華城的案子 基本上都是談柯文哲或是沈慶晶 過去比較鮮少談到 映小微這個角色 結果沒想到這兩天 映小微在這個案子當中 整個拉出來了 那大家會想說 那映小微跟沈慶晶之前的關係 又是如何 這大家非常好奇 結果現在有網友來幫大家回顧 結果網友在柳子上PO出了 九年前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這張照片 一旁是做了映小微 一旁是做了沈慶晶 他們是2015年10月份要到澳門去 結果這張照片 被人家拍下來之後 上傳到網路 上傳到網路 其實大家也覺得沒什麼 結果映小微說要提告 說你好像在捕風捉影 做文章 可是你要看 其實沈慶晶當下 你要說是巧遇嗎 也有點不太像 你看他坐上去 其實腳上還有個毯子所在 所以大家覺得說 你們兩個是不是要一起去澳門 還是巧遇 不得而知 好 那時候其實映小微就說 針對這個網友 把這個照片PO上網路 他要提告那個航空公司 然後也要提告那個PO文的人 後來通通不起訴 那問題就回來了 可是這個坦白講 不是空穴來鳳星 你跟沈慶晶的關係 看起來從過去就很深 因為我們知道 映小微過去台北市議員 他現在是台北市議員 過去好幾次在台北市議會的時候 他就數次幫金華城這個案子 要來質問柯市府 我們時間往前推到2017年 當時2017年在議會的時候 當時柯文哲還是第一任 所以當時對金華城的案子 他是比較保守一點 結果他把市長叫上台 他把林青龍副市長也叫上台 兩個一個市長一個副市長 叫上台之後他就要問說 到底金華城的事情怎麼回事 因為我們知道回顧當時 2017年的時候 其實這報紙寫得非非揚說 說金華城要改建成豪宅什麼之類 結果造成金華城裡面 很多這些商家 無法跟金華城續約 他們續約不下去 結果後來映小微就拿這件事情 來詢問市政府 說到底榮金獎勵的事情 到底市府是不是要定調 要把金華城榮金獎勵 來做個提升 做個變動 因為之前好市府的時候 這個底線採得很死 郝龍斌一律是採392%的 一個榮金獎勵 可是你看到了柯市府 完全變了 所以當時就有脈絡 從2017年的時候 映小微是不是就來幫 沈慶晶的這個金華城說話 當時就有脈絡在 可是為什麼他要幫 這個金華城說話 為什麼要幫沈慶晶說話 有一個人點出一個謎題 這個人就是鍾小平 他說 沈慶晶就是映小微的結拜哥哥 是他的金主 所以他當然要幫他講話 這是鍾小平講的 所以原本其實沈慶晶跟柯文哲 也沒這麼熟 那當中可能就透過 映小微的穿針影線 串起了這個橋樑 所以穿針影線 讓柯文哲跟沈慶晶 越來越熟 熟到這麼麻吉的是 映小微 來 柯文哲剛剛記者會在承認 他跟沈慶晶到了他的陶珠影員 超級豪宅去唱歌歡句 他說財團老闆也是市民 財團老闆不是拿大招吃人肉的嗎 柯文哲自己人最討厭就是什麼 就是說財團拿大招吃人肉 這個這句話大家耳熟能想 結果沒想到 你現在跟著財團一起吃人肉嗎 陶珠影員大家不要開玩笑 那個是台北市很貴 非常貴的豪宅 你能夠走到旁邊去 能夠進去都不容易 你竟然還能夠到豪宅裡面 去跟沈慶晶一起唱歌 他為什麼要唱歌呢 後來其實柯文哲有講 我給大家看一下 柯文哲說因為當時 因為他選輸了 所以他沈慶晶希望圍繞他一下 所以是選輸的時候 就那一次去唱歌 結果沒想到 那一次就被人家抱出來 柯文哲沒有否認 可是問題是 這對柯文哲過去的形象 是非常大一個落差 如果你過去跟財團 有這麼深惡痛絕的話 那你現在為什麼選出之後 跟財團走這麼近 這個是我覺得對柯文哲最傷的地方 好 仁俊 今天我們赫然聽到 檢方懷疑4500萬的金流 不明留下疑似是從 威金行匯流出去的 那白手套 硬小威 他可能全吞 不可能 那我就問 剩下更多更多大別的金流 流到哪裡 是柯市府嗎 柯文哲會不知道嗎 事實上現在看起來 檢調這個收網裡面 認為沈慶晶事實上是有行匯的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但是你會發現到 沈慶晶事實上在昨天的時候 也發出了一個聲明 強調他從來不送紅包 那這個到底 檢方現在掌握的這個證據 有什麼 就從你剛剛講的這個 所謂的4500萬來說 事實上你看到第一時間的時候 其實是北檢說 沈慶晶疑似給了 易小威將近千萬的這個 所謂的公關費用 那你知道公關費用 都是我內部在寫帳的時候 我要寫公關費 沒有人會把真實的用途 寫在這上面 但是後來又陸陸續續 爆出的另外一個數字 就是所謂的4500萬的部分 那現在經過清查完的時候 認為說將近有1000多萬的 這個所謂的公關費用 他的流向不明 那我們就回來看 事實上 應小威 他是擔任所謂的議員 那雖然他現在被疑似是認為 叫做違背職務的 這樣一個收賄罪來講 可是因為議員本身 並沒有行政的權利 行政的權利一定是握在 市府官員的手上 在柯文哲的手上 所以現在就回來了 柯文哲之前曾經大幅度的 對這個所謂的北檢校正說 趕快來約談我 趕快來約談我 那你想想看 北檢在這個時間裡面 針對沈慶晶還有應小威 同步的說話 這個裡面事實上 都已經非常接近到 所謂不管是便當會 或者是北市府在當時 基於任何理由裡面 要去變更所謂的 容積率的這一塊 都已經接近到了 柯文哲的這一圈裡面了 所以我認為接下來檢調 他一定會去釐清說 好 如果沈慶晶 他這也有所謂的 4500多萬的這個金錢 是用所謂的公關費用 透過應小威這邊 來進行公關或活動的話 有沒有可能流向 在當時的柯市府官員 甚至是柯文哲本人身上 好 我們錄影的同一個時間 沈慶晶能不能全身而退 還是就今天晚上被押進去 就在現在分分秒秒 生押亭正在開 事實上來告訴我們 沈慶晶這是一夜又一夜的傳奇 金華誠原來是雙龍搶出 抱著那一顆鐵球 18年 他說他賠了130億 18年後打掉原地重建 建出現在的高檔商辦 才有了840%的容積率 來世聰告訴我們 如果這個真的要到手 也都沒有法律問題 一次千億價值他就賺保了 沈慶晶怎麼活得這麼戲劇性 對 應該這樣說 事實上金華誠變成是他不得不做 而且一定要成功的這個案子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可以看到說 目前為止 剛才我不是提到逃出引員嗎 逃出引員他也是花了好幾百億打造 問題是現在賣得非常的差 所以中工集團來說的話 有一些這個財務上面的壓力 所以變成是說 金華誠這個案子 我都跟我硬是要過關不可的 這個狀況 所以他才會挺而走險 甚至在前一陣子 他在4月30號的時候 不是還在很多報紙上面 看這個你看全版的廣告嗎 就說什麼 他說說我們金華誠這個案子 被各方霸凌了37年 然後淪為各方政治惡鬥 下面的犧牲品 他在喊冤 他就說當初我應該有 這個12萬坪的這個土地面積 應該是這個樣子 但是就像我跟妳講 這讓我們都市委員會的這個紀錄 就告訴你不是這樣子的 為什麼 因為他所謂12萬坪的這個數字 是在容積率 我們知道以前我們台灣 是沒有容積率的 沒有容積率之後 可以給你這麼多 但是因為那是一次性 你沒有蓋就沒有了 因為那是獎勵 那都是一次性 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建造沒有的話 你沒有執行的話 應該就按照所謂的容積率管制 這樣一個部分 所以不是你說的那個樣子 所以人家其實 並沒有冤枉你的一個狀況 好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 沈慶慶這個人 沈慶慶 大家這一次出事情 有沒有人會覺得很意外 其實大家都覺得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就是很敢給 而且他很敢在刀口上面填寫 為什麼這樣講 第一個你看 沈慶慶說什麼 我早年成立過幫派 然後做過勞 也做過船員 甚至我們知道非常清楚的時候 他曾經是台灣的這個 股市的四大天王之一 那很多人 我們當時四大天王來說的話 當然有這個散戶被坑殺 也比比皆是 公司派被坑殺了也比比皆是 反正他為了賺錢來說 他其實是無所不用其極 甚至他早年還參加所謂的這個 紡織品的這個配額等等 所以他其實做很多 都是跟這個國家相關 跟政府相關的一個狀況 所以你看他還樂見什麼 他代表做當然就是 金華城跟這個逃出引員 然後你看2018年的時候 當時媒體採訪他 他還說我以爭議為榮 所以看起來的話 他就是一個不怕爭議的一個人 好 那我們就講 這讓這個沈慶慶來說 他也很敢做夢 我跟你講他蓋的東西 或是他做的東西 一定都是非常非常的大 好 為什麼 你看2001年的10月23號的時候 金華城開幕 金華城當時是全世界 最大的夢之一 他在那個地方也要蓋這樣的夢 然後蓋的時候你看他就說 這是他做了這個15年的夢 我跟他講 其實不是只有金華城 我跟你講其實原本的這個 沈慶慶的想法是 台北有一個金華城 台中有一個中華城 高雄有一個高華城 是三座城要一起蓋的 只是後來因為在各個地方 這個面臨到很多 他資金也蓋不過來 所以中華城跟高華城 後來沒有蓋 他是把後來這些資金 挪到揚州去蓋了揚州金華城 所以他就是要蓋很大 結果蓋很大 他就說我15年的這個夢 結果沒想到 一看下去的時候 他就說糟糕 我一開幕我就知道完蛋了 為什麼 你看他蓋幕第一年的營收 來到80億 但問題是他花了好幾百億 然後2018年的時候 營收只有50億 後來一直節節下降 他就說他經營18年 賠了130億 他說光是現金我就賠掉過 超過60萬人 60億 他說但是如果我們仔細看 當時他跟這個微風廣場 是同時開幕 很多人都覺得說 微風廣場的話 搞不好都沒有金華城好 但是活下來了 反而是微風廣場 為什麼 他後來檢討就是說 開幕當天的確來了幾十萬人 但是他一看到現場 就知道完蛋 為什麼 因為金華城如果你有去過的話 他那種垂直的電梯是非常少 就是你要從這個底樓 坐到高樓的話沒辦法 你只要坐手扶梯 這個其實人流會有一些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就說糟糕 但是他也的確好好檢討 但是後來這些改正方案 都把他移到這個揚州金華城 去好好改善 所以我就說 他其實也是有生意頭腦 只是說他都是很喜歡做大夢 把這個事業做得非常大 這樣的話當然容易會有 出現這個危機的情形 今天我們要看到的是這三角關係 應曉威 柯文哲 還有沈慶金 這個金三角 剛剛旺哲講說 是因為應曉威牽線 讓另外兩個人 一個是財團老闆 一個是最恨財團的柯市長 兩個人可以一起到豪宅去 卡拉OK歡唱愉快 今天這張圖是從來告訴我們 所有的風暴核心 精華廣場在這個地方 對 是 這個地方 沈慶金 嚴壽國宅 全台北最大的都根 沈慶金 然後第一果菜市場發包 也是沈慶金得標 為什麼 兩個人熟成這樣 圈起來三個 剛好都是沈慶金得標 還有門戶翻轉的 雙子星大樓 一度也有沈慶金的名字在上面 你來告訴我們 今天爭議的840% 為什麼會是沈慶金 用房產煉金術最重要的一根莊 好 我跟他講一下 事實上沈慶金 他就很喜歡跟政府做生意 為什麼 因為他只認為說 我的政商人脈關係 我要打通關不是很難 所以你看他其實 目前為止的爭議金華城 金華城這個所謂的容積玉 他跟市政府 還有跟市議員 就聯合完成了這個案子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 也被人家傳出是 弊案的第一果菜市場 這個也是目前為止 柯文哲的弊案之一 所以這兩個東西 都跟市府有非常大的關係 另外一個 遜向提到的這個雙子星 雙子星現在已經不是中工蓋 但是他早期他真的 已經獲得了這個合約 只是說因為後來大家認為說 你能夠玩這麼大的工程嗎 萬一變成爛尾 那還得了 所以沒有讓他 但是所以你看 為什麼很多的跟政府相關的案子 都是由他 因為我就說他很會搞這個 所謂政商人脈的關係 好 尤其是現在的金華城 金華廣場對他來說 是一定要贏的 我們剛才不是講到嗎 他光是這個金華城的話 就磕了大概200億 130億嘛 那另外一個 陶珠銀員壓了他好幾百億 所以他現在 如果金華廣場能夠翻身的話 那當然他有機會重新翻身 尤其是如果你仔細看 他現在是學乖了 你看陶珠銀員 他蓋的是這個 很齊刻的這個形狀對不對 很多富豪就說我不想住 但他這一次蓋了金華廣場 就是評效非常好 也就是說他已經沒有要 不想要這個划中取從 他就要賺錢 要賺錢賺回來 所以他這一棟樓來說 是全台灣最大的綠建築物 商辦佔低5000坪 然後四棟大樓 目前為止來說 如果真的完全把他賣出去的話 應該可以有上千億 尤其是我們講 他這個地方來說 號稱是頂級商辦園區 總銷金額來說的話 大概6.5萬坪 每一坪來說 是上看200到250萬一坪 目前為止來說 每坪租金是3000到4000 就像你知道3000到4000是什麼嗎 已經到了我們北台灣 台北的這個中上 因為台北目前為止最多的是在 新一計畫區是5000 但他已經開到3000到4000 而且現在據說賣得很好 事實我問你 所以你看到 這個金華廣場 等於是一個房價的地產的點火 一個已經點上去的話 旁邊周邊我就說 今天他在金華城在這個地方 金華城 我一個同心園 我不斷畫出去 被我畫出來的 這些同心園裡面的房價物價 不就跟著羽露金瞻一起漲上去了嗎 對 所以我們看他的煉金書就是這樣 我先把這個金華城廣場 把它蓋起來之後你看 因為目前為止 他因為這因為金華廣場的關係 他去年是推暗王 所以變成是擊敗了這個保家 然後連帶了周邊的房價 都被他帶起來 所以松山 因為他這個附近是松山 松山的這個房價是2021年到2023年 台北市漲最多的行政區 好 那你想說那就是 那就是金華廣場而已吧 沒有 因為他往外輻射出去的時候 目前為止 中工他們還在做了 還有另外叫嚴壽國宰的都庚 那嚴壽國宰的都庚 其實是非常大的 這個大規模的都庚的改建 那裡面的改建來說的話 有六個區塊 六個區塊裡面來說 中工拿下了四個區塊 而且你看 你看我把金華廣場這個蓋下去之後 把周邊的房地產都往上拱了之後 那往外延伸出去 當然這個嚴壽國宰 最大的獲利者也是自己人 對啊 所以你看他之前已經推出第一期 第一期當時的單價比 因為嚴壽國宰就在民生社區附近 他說比民生社區大概高兩到三成 然後後面來說的話 沒平的已經可以賣到130到140 那後面還沒有開案 因為他目前為止 還有非常多區還沒開 所以後來可能賣到160 那尤其是他裡面的這一區 從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這個區中在原本的住戶 跟這個建商有一些不一樣的意見 那已經經過協調之後 住戶目前為止已經同意蓋了 所以你看看 你看我金華廣場把這個房價炒高說 嚴壽國宰 我又把房價炒高 等於是說我賺很多房地產的錢 所以這個為什麼會讓民眾憤怒 你拿了那麼多的這個容積獎率 然後你又在那邊炒房 當然更多人住不起 所以我才說 為什麼大家會關注這個案子 財團跟這個政府勾結 這件事情是讓人家 沒辦法接受的一個狀況 這個就是一本真的是 密而不宣的煉金術 今天我從金華廣場開始 把房價一起拉上去 銅心圓輻射出去 輻射最大的獲利者是 嚴壽國宰 誰在那個地方蓋最多房子 可以賣最多房子 就是中工啊 中工居然在當地的軍價是八字頭 他開價130 望哲 你來看看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房產煉金 威京小水真有它的 但問題是現在闖禍了 這把火4500萬 如果一路查 查信了柯市府 查到柯文哲的腳邊 下一個就是他了 我約談了18個人 6個被告 12個證人 他是最後一塊拼圖 是啊 目前看起來只有約團 約談這個財團 收押財團 還有收押名代 大家不要忘記 還有誰還沒被約談 就是柯市府嘛 所以今天柯文哲 他今天開了記者會 除了談他自己內臟的問題之外 大家也問他說 那金華城的問題 會不會變成你在這場 記者會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我們知道今天柯文哲 因為昨天看了 映小微跟沈欣欽被收押之後 今天早上他去剪頭髮 你看他這個髮型師有變 或許他不想跟鄭文燦一樣 狼狽的走到地院裡面去 他想要看起來 還有一點形象的樣子 所以他今天早上去理了頭髮 但問題來了 今天柯文哲這樣鞠躬道歉 有沒有幫他從金華城的案子解套 我個人看沒有辦法 因為一切都太晚了 目前看起來 你要從自己內臟裡面的解套 都已經為時已晚了 你包括這樣看豪宅 或是買商辦的案子 已經燒了兩個禮拜了 再接下來 金華城這個等於是可能會壓垮 柯文哲的最後一根稻草 因為簡蘇菲今天早上 很多民進黨的這些名代 已經到監察院去 彈劾柯文哲 他說什麼 柯文哲 這個柯文哲就宛如是 金華城的阿拉丁神燈 什麼意思 有求必應 你要容積率多少 我柯師傅都給你過 所以你就變成說 柯師傅是不是變成一個 有求必應的角色 接下來減掉可能要撒下去了 拿證據來說 為什麼專家跟你委外的這些 所有的局處首長都告訴你 其其以為不可 你卻一路開綠燈 這張表格告訴我們柯文哲 你跑不掉了 我們知道好市府其實堅持底線 就是392%的容積率 但是你要看 柯師傅從2018年到後面 其實兩次核准 兩次放寬 都是你柯師傅 兩次蓋章也是你柯師傅 2018年的時候 柯文哲他首次 是否放寬金華城的容積率 到了2020年 其實柯文哲也是首次蓋章在上面 再來2020年的10月27號 柯文哲第二次蓋章 所以到2021年的時候 是柯師傅第二次放寬金華城的容積率 所以你說這件事情 跟柯文哲脫不了關係嗎 當然很難 因為連彭震聲都說是柯文哲交辦的 所以接下來檢調可能就要往 柯文哲的方向去查了 今天我們看金華城 今天我們看政治獻金 都攸關幾百萬上千萬地 你怎麼樣 柯文哲 他能善了嗎 他能夠換回小草的心嗎 我覺得過去一段時間 柯文哲在這個社會的形象 都認為說他是有心要去改變台灣的政治 結果發現到柯文哲 嘴巴上面講的叫做改變政治 但是私底下在做的是商業行為 他在拚經濟 所以你說他這一次說 有要中平會來進行調查 我認為他就是一個幌子 為什麼 包含到政治獻金案的部分 柯文哲說他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黃珊珊說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就連他的財務總管叫做李文中也說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那請問中平會會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中平會也只能透過一大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人 來了解 那你覺得這樣子所做出來的任何處分 會有任何的效果嗎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在這個階段裡面 他希望洗的東西第一個 他是希望洗外界 對他現在有的刻板印象 也就是柯文哲什麼東西 都在乎是不是自己的名字 所有的錢是不是有可能 透過這個東轉西轉之後 流到他自己的名下 那這一塊是到目前為止 事實上他一直不願意對外說明的 而這一塊還是比較單純的 所謂的政治獻金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在金華城的部分 事實上他也曾經叫 對這個所謂的彭正聲說 你就把事實說出來 你就把話講清楚 但是時至今日為止 柯文哲自己本人都沒有 針對金華城的部分 提出過任何的說明 五七暴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暴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 五七暴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你們不要忘記 敘宇 下一集 兩位 兩位 一位 三位 三位 二位 三位 一位 一位 我們 甚至